你好,财经揭露,大家好 这一节是第三节,我们讲美股 江志愚扔一些图给我看 美债息升得很快 美股跌得慢,什么事呢? 上个星期我都说过 我们香港人当然关注美股 但是背底后 有一些美国那边的走势 其实是很弱的 之前说过,比特币 弱,这些弹不起的 ARKK 比特币又是2万以下,跌穿了2万 它一跌,那些位置就跌穿了 跟着最令人惊讶的地方 就是美债 是很差 又是跌不起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美股泡沫 美股死亡 其实很可能第一个死的就是美债 哦 那回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那今晚有什么特别呢? 何志愚扔的 例如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已经上到110了 我自己的手机数是110.2多 这里数110.17 那升川110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特别的状况 今晚呢 我自己的感觉上呢 对外汇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是较早前Cat Brito 那时候 没那么破位 但其实也挺破位的 麻烦何志愚 大家展示出来看看 那几个外币 呃 外币的话 现在你要我展示一些 呃 你预备了的图 还是 我预备的 我预备了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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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画面呢 你看到那些加币呢 我看到港币就跌穿六算 5.97 这个图就对美金 就来跌穿76 那因为 因为他之前呢 那两个月啦 就是六 七月的时候呢 试过低位啦 现在八月呢 就再试低位的 那这幅图是一年图 那就是说一年的低位 就是强于加币呢 最终都是要去到一年的低位 是 就是你升川六算之后 好久都看不到跌穿六算了 是啊 终于穿回了 超过一年的了 六算流上 是啊 那旁边那一张呢 就是十年期的息口 那就是 我看的时候 3.25而已 现在是再高一点的 那今天就贴近顶位的啦 今天就 因为升得多了 那欧罗就不要说了 现在在一算 0.99 0.98 那些争扎 都穿了一算很久的啦 再升一算也很困难的 我觉得 那视乎的趋势来说 欧元 欧元 很麻烦的啊 那 那 那 旁 是啦 那 上面二十年期债 那边我不看字啦 看下面啦 啊 威元 新西南沿 村位 有跌穿 要留意小 但是 又是新低 是啦 那再隔离 最关心的人 就是 140 那村 143 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142.93 你的图就没有追得这么近 但是 真的是142.93 就是快升 即是跌穿143,即是幾十年都沒見過 好像九七、九八年那種亞洲金融風暴都好像沒有跌穿143 下面是英鎊,英鎊又是向下穿位 那些人說跌穿九算,對港幣 現在升穿,暫時還未穿 即是去買美元,沽這些貨幣,因為風頭火勢已經走了一大段 什麼時候停,我真是天曉得,我也想知道 我自己選擇上來說,我就不會在這個時間去投機這些事情 但是就是因為這些貨幣,即是出現這麼極端的走勢的時候 是會影響整個金融市場 所以接下來的九月,十月,十一月,我想真是漫長的戰役 可能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不斷看澳洲紙,澳洲紙也穿了 澳洲紙也沒那麼穿 但他之前有一個新低,有一個更低的 現在差點追到,但是還沒追到 可能今晚也到了,隨時到了 人民幣就在7算,人民幣差不多7算了 已經做了這動作,國內外幣存款就減息了 還減,是 展示一些態度出來,好像兩厘,挺厲害的 今天我們要看另外一個數據 麻煩何止江,看看道紙 這個是一個ETF來的 他收313,其實真的 他收3138點 道紙已經算得慢了 但是周線出了兩支陰燭 上個星期都是輕微下跌的 你看到上去就慢,下來就快 看到嗎? 所以指數說不跌不跌,可能還會反彈 但是我想都進去了一個很緊張的時刻 因為問題就是 今年年初下跌下來的 就是美股 如果是在熊市裡面,頂多只是第一階段 我們玩開這個波浪,大家也知道 最均烈的就是第二階段 現在就是醞釀中 時間,我就不太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可以九月發生,十月發生也行 或者下個年過聖誕會不會發生 總之是很大機會我覺得是會發生的 這件事,應該是半年之內 我相信那個波幅就大於上一個 三眼點的道紙會不會建議呢 或者甚至上建議一致呢 第二張圖呢,我們要看就是那個 呃,來自哥麻煩你,二十年期債券那個 是,在那裡 你看到今晚已經穿了向下穿了 這個,這個有代表性的 因為二十五年期的債券 很多有錢人高手就是參與的這個 那就向下穿了 就是,懷疑大陸在沽美債的了 唉 又或者,又或者投資者 或者有些大哥在這裡做 因為,進來九月,你順利說聯儲局要 要縮表了 是不是?那當然說 又QE又QT的時候 那些債券說升到阿媽都認不到 那些債息跌到阿媽都認不到 那現在你反過來做 那是不是會不會跌到阿媽都認不到呢 對不對?那當然啦 大浩山 看看什麼時候喝完咖啡想一想 那他出來說幾句隔派的言論 頂一頂個雞頭 你都預了他的 這個是不是? 又說,可能突然間一句出來 又不減息字 又不加息字 你真是,是不是? 他整個市場跌慢一點 這些不奇怪的 另外一件事情呢 可以跟大家提提的就是 美國 進一步 禁止這個半導體 進來這個中國 麻煩一下,何志光個小時 這個是01的啦 那他就說 向中國出口部分的高級晶片 是禁止到NVIDA 和AMD 這兩間公司就很糟糕了 是 何志光 這些公司在某些晶片 真是紅霸天下的 因為這個市場本身 只容許 他半軍 或者亞軍的公司參與 如果你做是貴軍 或者電軍的公司 基本上就很難生存 那現在這兩間公司 就被美國禁了 那當然啦 之後 美國又說比較 就是給他們一些位子 給他們走棧 不用這麼糟糕 那啦 據我的了解 如果他們不銷售中國的話 可能都不見了二、三十個巴仙的生意 是,這麼嚴重 那 這一下就 可以這樣說 造成中國的不方便 中國的科研不方便 但是呢 亦都是直接有一個經濟的影響 對這個 對這個半導體 那 投資市場 永遠就是聰明的 那還有呢 我之前呢 我想 這些網友未必記得了 其實我提過呢 就是 如果你買 Nestadid的 就是在Nestadid的過程裡賺錢的話 其實有另一個選擇呢 就是 可以 有 這個 半導體 ETF的 的基金 而半導體的走勢 很多時候是早於Nestadid的 OK 那我們 我們看看Nestadid的走勢 那是SOXX OK 這個是半導體的 ETF 是 很厲害的 你看看它 年初的時候 ETF是550 今年的低位呢 是去到350 中間沿著200元的 即是三成幾四成的 那是不是大波幅的QQQ 大波幅的普通科技股 那第二件事就是 我想指出就是 這個半導體的ETF 看到呢 是三個禮拜前開始跌的了 三個禮拜前開始跌 其實也跌得很勇猛的 因為它從420元那裡下來 其實現在不記得兩成幾 OK 而這個消息 報導之後 進一步下跌 那我們看看 這個NVDA的走勢 是啊 你會看到最高點是去年的10月 最高是346元那邊 嘩 要差啊 這間店是真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跟那些科技人聊天 一提到這間公司 每個人都興奮到不得了 因為它那些chips呢 是真的真的 以前砌機的顯示板呢 多數是這間公司的 但現在我們不用砌機啦 總之就是 我們的end user 就未必經常會買這間東西 但我們用的電腦產品 可能全部都有它的晶片 因為它有一批晶片 運算速度夠 那些人走了 用它來挖礦 哦OK 它需要有Bitcoin概念 之前又是搞到 你不買你就瘋了 那些人都是這樣的態度 那好吧 你看到投資市場 就是這麼聰明的 老早見頂 早就見了頂 現在只有一百三十元 這個消息出的時 大概是一百八十元左右 現在已經不見了三成了 你看到還要摘穿這位 摘穿這位 還要大成交 跌了下來 PE還是四十四 那你真是 一周就有跌的空間 跌了下來四十四 你不買就笨了 那時候之前 是不是 那些人有多少身家都不夠輸 這樣搞法 那 即是市場裏面 就告訴大家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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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幾堅 跌勢 那 說真的 那些公司 因為那些公司 我們就聚述這件事情 和大家分享背後的故事 對吧 就沒有投資意見 這裏不是教你投資 所以千萬不要 好,听完就去买卖,我们这里纯粹吹水 好,何总,想补充 时间也差不多了,拜拜